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 这份恋情有罪吗 男主妖子是一个住在出租屋的工薪青年 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 家里整理的一丝不苟 每天西装革履的坐着公交车去上班 这天公交车上的人实在太多 妖子一不小心撞到了女主波波的波波 他本来觉得有些尴尬 但波波反而更加抱歉的样子 原来波波的身体实在太好 一个人要占用两个人的空间 所以他每天坐公交车都体型吊胆 不敢乱动 生怕撞伤了别人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下车 而下车的妖子抬头一看 阳光透过公交车窗洒在波波的身上 这时候他感觉到了心动 晚上下班的时候 经理声称今天有联谊会 要求不合群的时 妖子必须参加 聚会上妖子有些无聊的出来上厕所 就在厕所门口 他又遇到了早上公交车上的波波 而且妖子发现波波的裙子没离好 简直就是到处走光 忍着内心的冲动 妖子手忙脚乱的想要提醒波波 但是这种尴尬的话题又使他语无伦次 最后还是波波的闺蜜进来提醒了波波 很快妖子离开了聚会 但就在回家的路上 妖子碰到了波波的闺蜜 闺蜜喝得大醉 正在街头狂吐不止 出于对波波的情谊 妖子一直默默的跟在朋友的身后 等着波波的到来 不一会儿波波来了 两人再次见面 一天三次的巧遇让波波心动不已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之后妖子得知 波波竟然是一个象棋界的明星 这让妖子有些自卑 并决心一定要学会象棋 这天妖子来参加公司的象棋俱乐部 结果意外的发现波波也来了 原来公司经理是波波的师哥 波波也是受邀请来指导 随后妖子以学象棋为理由 不断的和波波约会 波波有一个护身符 并且认为每次比赛都是护身符 给自己带来了运气 但这天波波在和妖子约会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护身符丢了 波波的内心很不安 于是妖子晚上肚子冒着大雨 找到了护身符 并在第二天比赛之前 给波波送到了现场 这件事情又让两个人的关系亲密了不少 这天波波回家后 发现自己的家里进贼了 妖子很快怀疑到了 自己曾经见过波波的一个狂热粉丝 妖子找到粉丝 粉丝却表明自己只是喜欢波波 但绝不会做出这种违法番机的事情 不过自己曾经拍到一个男人 走错家门进入了波波家 妖子看了照片 发现进入波波家的竟然是公司经理 之后妖子得知 原来公司经理多年来 一直病态的暗恋着波波 为了保护波波心中十哥的形象 他并没有告诉波波真相 这次这天为了和波波套近虎 一不小心说了出来 公司经理认为是妖子 故意损坏自己在失眉心中的形象 直接拿刀刺伤了妖子 在妖子住院的这段时间里 波波再也没有出现过 数月后两人重新在街头相遇 波波表示他已经从象棋街退役 只希望做妖子的全职主妇 为妖子愿意做自己的男朋友吗 就这样一段